我们来看一书圣经 菲律比书第三章 菲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菲律比书三章十节 大家听我来念 使我认识菲律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我们再看一处 那是在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节 大家还是听我来念 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 第四节 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在我们所讲的信息里面 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中心 当我们讲十字架 我们特别就会讲到我们主耶稣 为我们定时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成的救恩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了 十字架另一半的那一个内容 那就是我们主耶稣三天以后复活 可能有的人觉得十字架 那不是把它定死的问题 今天我们说 怎么复活也在十字架里面呢 是的 在我们主耶稣所讲的信息里面 他告诉我们了 从来没有忘记 每当他讲 今天我们要定时 耶稣要定时在十字架上 耶稣每次都说 三天后要复活 定时跟复活加起来 才是一个十字架的功效 如果说只有定时 而没有复活 我们可以说 今天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定时在十字架上的人 不是耶稣一个 今天我们 要看到十字架救恩的完整 什么时候是做成 虽然耶稣 在十字架上曾经 他是说成了 他做成了救恩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今天 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代赎 做成了救恩 但是 今天 复活是叫我们称义 整个的阴性称义的工作 我们相信 那必须要等到 耶稣 从十里复活 得胜死亡 得胜迎接 今天我就是业 一个跟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思想 复活的问题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想 今天我们又不是复活节 怎么讲复活了 我觉得教会的可惜 就在这里 今天我们十字架 经常讲 耶稣定死 经常讲 但是我们 讲复活 好像一年 只要一次 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 讲讲 其实那是极其不够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跟他的定死 那是不能分 如果说 耶稣只是定死 没有复活 那他只是 我们说 伟大其身 今天 我们也知道 甚至于在教会里面 对于耶稣的复活 也有的人 不相信耶稣 真正的复活 只相信耶稣 精神复活 我们说 如果耶稣 只是精神复活 那他就是 极大的失败 耶稣来到目的 要来拯救罪人 精神复活 绝对不能拯救罪人 耶稣来到世界 最后可能 他只是了代替 一个强盗 我们都知道 那个强盗叫巴拉巴 原来耶稣 那个十字架 应该他定在上面 最后是耶稣定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他只能够代替了 一个人定十字架 那就是那个巴拉巴 那没有价值 干嘛要来为这么一个 上人放火的强盗 来定死在十字架上 把那个人代替下来 这个人以后再活在世界上 到底他是做好事 还是做坏事 不要说做坏事 就是做好事的话 耶稣 何必这样来代替 他定十字架 只有我们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耶稣定十字架 就是胜过了罪孽 胜过了死亡 他这个十字架 才是为所有的人定的 那才是耶稣的目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 今天我们讲复活 有的认为是精神复活 有的认为 那是实实在在的 身体的复活 好像那只是一个观点问题 可以说 这是我们信仰救恩的根本问题 今天如果说 我们在有些真理上 大家的认识 还没有能够一致 我们想 能够彼此荣大 彼此接纳 但是如果在 复活的问题上 精神复活 和身体真正的复活 弟兄姊妹 我们说 这不是一个观点问题 这是一个信仰问题 这是不同的信仰 尽管所说的 都是叫耶稣 但是那一个 只有精神复活的耶稣 绝对不是我们 所信的那个耶稣 今天所以我觉得 我们讲复活 往往讲得不够 弟兄姊妹也是 确实会常常会想 我们这个复活 该怎么来讲 今天我们主耶稣 要是复活 也有的人说 没有办法证明啊 在科学上 我们知道是无法证明的 在人的理性上 是无法接受的 也正因为这样 刚才我们所念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那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保禄说 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 我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 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今天保罗所传给我们的 从耶稣所领受的 那十字下的救恩 保罗曾经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时之架 好像在那句话里面 没有提福火 但你看保罗在这里 就告诉我们 第一 也就是说 今天保罗从耶稣领受的 最最要紧的 什么内容 在这里说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不但是死了 而且埋葬了 不但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今天我们说 耶稣定十字架 照圣经所说 弟兄姊妹觉得没问题 但是对耶稣的复活 弟兄姊妹 我们也没有注意 保罗还是再次的提出来 按照圣经所说 什么意思 你要相信耶稣 你要根据圣经 而你接受这个圣经 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和依据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复活 不能不接受 你不接受耶稣 实实在在的复活 表明根本你不相信圣经 复活的问题 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 今天我们说 就是那些不相信 耶稣真正复活 只相信耶稣精神复活的 他们对耶稣被定死 他们毫无疑问 耶稣实实在在被定死了 但是耶稣实实在在复活 他们就不接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这样的定死 那不过是一种牺牲的精神 所以耶稣所谓的复活 变了精神复活 我们说这不是我们的信念 今天也有的人说 你要说耶稣真正复活 哪里有这个可能 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吗 没有第二个人 是这样从死里复活的 可能有的人说 拉撒路不是复活了吗 等一下我会再跟弟兄姊妹 来看这个问题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耶稣基督 祂是独一无二 唯一的 是真正从死里复活 这个复活胜过死亡 胜过迎接 这个复活带给我们的 可以说 是救恩一个决定性的得胜 我再说 如果耶稣只是定死在十字架上 祂不过是一个伟大牺牲 今天耶稣不是来表现祂的伟大牺牲 耶稣今天来我们都知道祂是要来做成救恩 做成救恩 如果你不复活的话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们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祂才是一位得胜的救主 这个救恩才是真正的做成 所以当我们讲十字架 弟兄姊妹 你不要只想到十字架就是叫耶稣死 当我们所讲的这个十字架 我们常说 这个十字架 那是使耶稣死 而且 这个十字架的功效 也是我们包括了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在教会的上面也有一个十字架 有的人也是在我们的一些图像 或者年列表的上面也有十字架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画的那个十字架是一个空的 什么意思 那就是表明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被十字架定死 但是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没有结束 耶稣结下来是埋葬 而且复活 所以我们说 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这个十字架上面 我们也是空的 一般来说 天主教的他们用的十字架上面把耶稣都还在 一般的我们基督教 当然我们不把这个当偶像 大家记得 我们不把这个当偶像 但是如果有十字架的象征 一般我们都用的是 那就是一个十字架 对不对 我们上面一般的不会再放把耶稣好像还定在上面 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图像的预表 给我们一个形象的教育 所以我们说上面有没有耶稣 那只是看你怎么来理解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把这个十字架上面 没有这个耶稣还挂在上面 让我们提醒 那就是跟这个坟墓是空的一样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使这个十字架 他是包括了耶稣被钉死 耶稣埋葬 耶稣的复活 今天我们说 这一个救恩跟我们 那是直接有关 结束不结束 我们说那是决定我们的信仰 这绝对不是阿强说 我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跟你们不一样 我只是认为这一方面 我也相信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定死在十字架上 几乎没什么可以争议的 因为你静在上面的一定死 问题就是说死了以后能不能复活 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一个鉴定的内容 所以我总觉得很可惜 常常我们讲复活讲的不够 一年讲一次绝对不够 今天当然我们说 当我们要讲耶稣复活 很多人首先就要思想 怎么来讲呢 怎么能够让人信服 耶稣他竟然复活了 定死大家都没有怀疑的 死了怎么能够复活 科学无法正理 这人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要记得 在这里我想我们再看一处圣经 那是在罗马书第十章 我们可能会多放几处圣经 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 从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来认识 怎么来接受 这是一个事实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大家就听我来念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我们说这一句话 其实弟兄姊妹 是常常在用的 但是我就发现 当我们在用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能用的 不那么完整 从这句圣经 我们常常说 今天我们怎么来 接受耶稣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但是 其实保罗在这句圣经里面 他特别提到 提到我们看 我们说 口里认耶稣为什么 为主 心里 要信什么 神叫他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们的相信 关键在哪里啊 从死里复活 对不对啊 我们只是说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我们不在乎 好像相信什么 也不在乎承认什么 只要相信 耶稣是主 口里承认 耶稣是主 那些相信 精神复活的人 他也相信 他可以相信 耶稣是主 那是精神的主 那在这里 告诉我们 非常清楚 你不相信 神叫他 从死里复活 我们说 这不是相信 神不会叫他 精神复活 精神复活 不是神叫他复活了 今天我们说 怎么能够复活 神迹 是神叫他复活的 那是神做的 我们说 什么叫神迹 就是神做的事情 今天这一个复活 是神迹 是神所做的 精神复活 是仍然他复活 对不对啊 今天如果说 耶稣死了 只是精神复活 那表明 他只是活在我的心里面 活在我的精神里面 那是我让他复活了 如果我不承认 不接受 我们说 他就活不过来了 因为这是你自己 主观心里的东西 但是今天 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在这一节圣经 就告诉我们 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这个事实 怎么会发生 人做不到 那是神做的 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 神叫他 从事里复活 这是一个神迹 我们都知道 今天神迹 绝对不是叫你研究的 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到有些人也是 要研究神迹 怎么能解释 所以我们就知道 古古怪怪的 那一种解释都来了 最近我还看到 有这么一个解释 说耶稣怎么能够 在海面上走 他说那时候 刚巧 在海面上有一块 很大的冰 浮在海上 所以耶稣一踩 就踩在上面 那在这个上面 就好像是 随着风浪飘 我们说 耶稣好像还会 玩得有滑板 对不对 这些人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按什么心 可能他还觉得是好心 今天为了要叫人 相信耶稣 但是像这种神迹 人家现在都是科学化 哪里会相信你 这么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要解释 那么怎么会不沉下去呢 就是因为有一块冰 把他戳着了 那人家看不见 彼得呢 因为看不清楚 一看耶稣怎么在上面 他没看见有一块冰 所以呢 他踩下去呢 就沉下去了 因为没踩在冰上 今天我们说 这个都变了故事了 无饼二鱼 怎么能够让五千人吃饱 这不可能的 没这么大的饼 这是因为那个孩子 拿出无饼二鱼了 所有的人怎么样 受感动了 大家赶快把自己的 带的饼也都拿出来 集中起来就吃怎么样 不但有吃饱 而且还多余出来 今天我们说 人就是要想尽方法 来帮神的忙 好像神的神迹 今天人家都不肯相信 怎么办呢 然后来帮神的忙 弟兄姊妹 我们说 当我们一讲神迹 我们从这个神迹里面 得教训 我们不需要去帮神的忙 来解释这个神迹 怎么会发生 如果今天我们人都能够 解释出来的 人也照样能够做 我们说 这是不是还叫神迹 那就不是神迹 那是人迹 今天既然是神迹 我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向来告诉我们 神迹我们应该怎么来领受 怎么来接受 用信心 所以我觉得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弟兄姊妹 我们说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相信什么 神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 现在大家都讲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每个人相信耶稣 弟兄姊妹 其实你去看 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十种不同的相信 都讲相信耶稣 在你心目中的耶稣 跟我心目中的耶稣 很可能有不同 但是我们都知道 按照圣经 应该只有这一位耶稣 基督 神的儿子 降生为人 为我们定死 为我们复活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在复活的问题上 是一个关键 怎么来认识耶稣 怎么来接受这一位救主 而这个复活 我们怎么来解释 不用解释 这是神迹 神叫他复活 我怎么解释 今天如果是我叫他复活 我能够解释 因为他伟大 我崇拜他 我敬仰他 我要效法他 他活在我心里 那是精神复活 那是人叫他复活 神叫他复活 实实在在的复活 今天我们怎么来接受 这个事实 这不是我们研究的 这不需要我们证明 这需要我们相信 你相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 你就是相信耶稣 要不然你只是把耶稣当做一个伟大的人 你相信神叫他 耶稣是已经复活了 那就是表明 你相信 耶稣是我的救主 你相信耶稣 已经复活了 那只有神做到 也就表明 你是真正相信 这一位神 是我的创造者 是万王子王 万族之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说 今天你去找一个人 你问他 你相信不相信 耶稣那时候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可能很多人都说 我相信 是啊 当时是 了不起 但是当你要问他 你相信不相信 耶稣定死了以后 经过埋造 第三日他 真正的从死里复活 可能有的人就觉得 这个事情说不准 你怎么来跟我解释 你怎么能够证明他复活呢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要记得 不要花这个力气去证明 这不是证明的事 这是我们相信 所以罗马书十章九节 我再说 心里相信 有一个关键内容 罗马书保罗写 写得非常好 你看 保罗一下子就把这个关键写出来 他没有说 心里相信 耶稣定死十字架 这个比较容易相信 保罗要指出来的 那是一个四经识 那是一个关键的分辨 是不是相信 耶稣是神 叫他 从死里复活的 保罗先讲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意思是什么 你不要来问证明 你要问证明 去问神 这是神做的 我们无法证明 你也不要叫我解释 怎么能复活 这不是我能做的 所以我也无法解释 但是 我相信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神 我相信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耶稣做成救恩 而这个救恩的做成 跟 耶稣的复活 有直接的关系 只有我们 主耶稣复活了 在罗马书 第一章里面 有告诉我们 才写明 他是 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说 不相信 复活 就等于 不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只是一般的人 其实我们说 复活 跟所有的真理信息 都是一个整体 你不可能说 我只相信 这一部分 那一部分不相信 你不相信 耶稣复活 实际上 你只相信 耶稣是一个 伟大的人 但是一个人 再伟大 我们说 也没有可能 能够像 耶稣 这样的 救赎 所有的人 一直到今天 我们看见 耶稣是 真正的得胜 原始我看见 一本书里面 记载 我们都知道 拿破仑 曾经是 在历史上 非常有名 也是征服了 几乎 当时整个的欧洲 是当时 最重要的 世界的那一个部分 后来他失败了 最后他被 关在一个孤岛里面 在他去世之前 在他的身边 没有几个 是跟他 经常在一起的清醒 有一次他就跟 这些人说 他说 今天在历史上 多少 曾经 有过 名望的人 像 亚利桑大 像 罗马的凯撒大帝 像 承杰斯汉 这些人都有 非常显赫的武功 也征服了 这个世界 当然 他的意思 也包括 我自己 拿破仑 我也曾经 征服了 这个世界 当然 所谓的世界 当时 是指他们 欧洲的天下 可是他说 今天 这些人 他们的成绩 又在什么地方 他们对历史 留下了什么 给人类留下什么 什么都没有留下 拿破仑当时 自己还没有死 但是他知道 他当时 这样的 威吓一事 我们说 现在 任何的 攻击 全都没有了 他说 我们曾经 杀死多少人 我们曾经 作王 我们曾经 征服多少地方 但是今天 这些成绩 在哪里 他说 我们 全都失败了 他说 只有一个人 他没有军队 他没有 去征服任何人 他没有 去杀死任何人 甚至于 他自己还被杀 但是 却有多少人 愿意为他死 却有多少人 愿意来跟随他 他说 这个人才是 真正得胜的 这个人是谁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 这些人 总以为 我们拼命的杀人 把那些反对 我的人杀光了 我自己就 稳固作网了 结果呢 一场空 这是成功 这是胜利吗 最后他看到 这些人 都失败了 而有一位耶稣 他没有去杀 任何人 倒过来 自己被杀 这人看来 他是失败了 但是结果 多少人 愿意为他死 多少人 跟随他 当时 拿破仑 并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 不得不承认 耶稣是 唯一的得胜者 弟兄姊妹 怎么能够得胜 如果耶稣 被定死 死了就没有复活 他没有这个得胜 最多不过 他是精神胜利 他的精神伟大 最多就是 他可以成为 一个历史上 伟大的人 一个宗教家 一个失败的革命家 一个完美的人生 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能有什么 只有他复活 说明他是神的儿子 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 当我们相信他复活 我们也就是相信 他是神的儿子 如果不是神的儿子 不可能复活 正是因为他复活 正是因为他复活了 证明我们的主耶稣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弟兄姊妹 也正因为他复活 他胜过死亡 胜过罪 才可能做成救恩 做我们的救助 没有这一个内容 在圣经里面 我们说 好多这方面的真理 好多这方面的信息 都告诉我们 耶稣 他使 担当我们的罪 但他复活 使我们成义 换句话就是说 弟兄姊妹 隐心成义 这一个整个 完整的福音内容 我们说 不能不包括耶稣的复活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的主耶稣 他在死的时候 每一次告诉门徒 他要怎么样被卖 受鞭打 被人戏弄 土唾沫在他的脸上 然后他要被钉在 十字架上 他要被钉死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忘记 接下来他一定说 三日后 病要复活 你去看每一次都起的 所以我们说 整个的救恩 我们十字架是作为一个 救恩的代表和记号 在这一个十字架 救恩的内容里面 跟复活是不可分 今天我们对这个复活 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 我们是相信 因为这是神所做的 而这一个复活 今天弟兄姊妹 带给我们的 我们说 那是使我们 在这个救恩里面 能够有一个完整的 得救的内容 下面我说 要跟弟兄姊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复活 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跟我们 有 跟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人中间 人 人类里面 我们说 这是他 独一的 绝无仅有 今天我们说 我想我们先看一处圣经 在使徒行传 我们说 这一个复活的大能 它到底表现在哪里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大家还是听我来念 他既按照神的定指先见 被教育人 你们就借着 无法治人的手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 原不能被死拘禁 我们都知道 从亚当犯罪以后 人在罪的权势下 人都被死拘禁 所以今天我们说 再怎么样一个人 不信耶稣 他还是怕死的 他也知道 死了以后 他就完了 死对我们来说 到底是意思什么 一般的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 你去查一个字典 死是什么意思 死就是生命了结了 没有了 完了 但是在这里 圣经又告诉我们 因着耶稣的死 这个死的意义怎么样 重新解释了 是不是 这里不是说吗 神却将死的痛苦怎么样 解释了 原来死是痛苦的 其实我们说 一个人死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哪里还有什么痛苦 那这个痛苦是指什么 那就是完了 不再有了 这一个字 对人来说 那是一个痛苦的了结 没有指望 但是今天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他却是借助死怎么样 因为有复活 这个死就成了什么 有一个更大的盼望 原因在哪里 因为像戈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 原来死之前是必朽坏的 复活以后 那是什么 不朽坏的 原来是羞辱的 复活以后是变了什么 荣耀的 这个怎么能够从必朽坏的变不朽坏的 羞辱的变荣耀的 我们说这中间一个转换是什么 这个中间的转换就是死 对不对 死了以后就变了荣耀的 那当然我们说死了并不是荣耀 问题就是死了以后有复活 当这个死加进了复活的含义 我们说这个死的作用和意义 完全改变 我想就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我们说 拉撒路 耶稣曾经叫他从事里复活 拉撒路的复活 跟耶稣的复活 有什么不同 弟兄姊妹 我们说你不要以为都一样复活 完全不同的复活 名称一样 拉撒路复活了以后 我们说现在他在哪里啊 复活了以后他又死掉了 对不对 他不过是当时从死里复活 耶稣并没有说从此他不再死 拉撒路这样的复活 我记得过去有一位组内的前辈 他用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恰切 他说拉撒路的复活是活过来 耶稣的复活是活过去 大家能不能懂得这个不同 什么叫活过来 他本来死掉了 又活回到世界上来了 但是我们说 他还是跟我们一样是世界上的人 他以后还要不要死啊 还都要死 耶稣的复活是活过去 他不是活回到世界上来 他活到哪里去了 活到天上去了 同样这一个死而复活 我们说意义是不是一样 完全不同 我常说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神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死了以后 有可以复活的一次机会 但是有两种复活 一个是活过来 一个是活过去 弟兄姊妹 今天你会选哪一个 我想我们都要选活过去 可是弟兄姊妹 在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时候 我们却又都在追求今生的事情 我们很少想到天上来 耶稣说要集财宝在天上 但是我们集财宝都在这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活过去多可惜 你活到那边去了 什么都没有 你还不如活过来 你的东西都在这一边 今天弟兄姊妹 到底我们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在追求什么 有的时候你借着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去比较一下 每一个人都说 我是希望活过去 但是呢 你所有的心思财宝都在这里 你只有活过来 才可能在享受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世界上的这些 你活过来了 难免有一天还得再死 活过去的是什么 得胜死亡 得胜预见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是第一个活过去的人 所以我们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够得胜死亡 拉撒路没有能够得胜死亡 那只是因为 耶稣说 福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我要叫他 再活回过来 没有问题 我们说 连 以利沙 以利亚 那个时候都曾经 祷告一个孩子 从死里复活 但是我们说 这些人 活过来以后 他不过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再继续做人 做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是有限的 那不是永远的 原来是必朽坏的 这个活过来 是回到必朽坏的里面 我们主耶稣的活过去 才是不朽坏的 原来是羞辱的 活过来的人 包括拉撒路 仍然回到 那一个羞辱的形体 要我们的主耶稣 那样的复活 活过去 才是什么 荣耀的形象 今天弟兄姊妹 什么叫复活 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带给我们 多么重大的 一个作用和意义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的复活 那只是一个生命的转换 那只是一个生命的转换 因为耶稣复活了 现在十对我们来说 这个意义要重新解释了 没有痛苦了 这不是痛苦 因为那不是绝望 那不是了结 那不是一切都没了 那是我们进入到什么 另一个境界 那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今天十对我们来说 所以不再可怕 今天我们有亲人去世 我们并不是绝望 我们认为他完了 他走完了 他没了 以后马上就要烧掉了 要埋掉了 就化掉了 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的亲人 他因着这个死 他进入到 另一个荣耀的境界 所以我们说 死对我们来说 现在不是了结了 不是完了 而是一个转换 对世界上的人来说 可能那就是一个了结 当然我们说 在感情上 我们的亲人去世 我们还是会有悲伤 这是正常的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清楚 我们只是暂时的离别 有一天 我们也要这样转换 现在的死对我们来说 就是从这个房间 这个死好像就这个门 我们夸过这个门怎么样 进到另一个境界 而那个境界是什么 更美丽的 是荣耀的 是永远的 所以保罗不是说 我爸爸的离世与主同在 那是怎么样 好的无理 就是说 他已经看到了 在隔壁那个房间怎么样 比这里不晓得要好多少 只是现在 在这里他还有工作 不能随便走掉 那如果死掉了 就等于是从这里 到那边去 今天我们都知道 就是耶稣来了 有人不需要经过死 这一个转变 我们也知道 身体还是需要经过改变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那些活着的人 要经过身体的改变 活着被提 到空中 和主相遇 我们这个生死 那是无法长期存在的 因为那是必朽坏的 必朽坏的 不能承受不朽坏 我想弟兄姊妹也记得 有一节圣经 那叫很熟的 那就是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结出许多子弟来 有一次 有一个农村的姊妹 她就来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 我们种地 这个如果说 种子是死的 种不出来的 怎么叫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如果死了 她说长不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姊妹 问的问题 问的太好 在这里真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死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死 我们理解的死 那是没有生命 那是完了 那是了结了 那是已经是没有生命的 没不会有任何变化 耶稣所讲的死 是有生命的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死了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死了 怎么能够从一粒麦子 到地里又长出 许多子力来 那是一个形象的转换 原来只是一粒麦子 结束许多子力 丰盛的生命 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没有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间 不会没有生命 这个问题我觉得 真是只有农村的姊妹 她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她自己种地的时候 她就知道 那些死的粒子 你种下去了 是长不出来的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总是把这个死 当做是失去生命 今天对一个 没有耶稣的人来说 确实是如此 因为她只有这个今生的生命 当她死了 她没得转换 那个门她进不去 因为这个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说 我就是那门 今天耶稣这个门开着 欢迎所有的人去 但当这些人不愿意 到死了以后 她无法做出这个选择 当这些人没有得到耶稣的 她死了 那确确实实 生命了结 然后等候的灭亡的审判 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得到了耶稣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门 死对我们来说 就是从这里到那边去 而那边比这里 好的千千万万倍 是因为这样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复活 我们如果没有认识 今天我们对这个死 也就没有能够真正的得胜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得到 我们这位主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没有能够得到 这一个生命转换的路 今天所以我再说 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觉得彼得讲得太好了 神把死的痛苦怎么样 解释了 原来死对我们来说 都是多多少少是痛苦的 好像死了以后到底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谁都没把握 今天是的 如果你不凭着信心 如果你来问我 你怎么知道死了以后 你这样你去过了 今天我没办法去试 没办法经历 因为人只能肉身死一次就完了 绝对没有能够像拉撒路这样 还有那个活过来的机会 拉撒路是很幸运 得了两个机会 对不对 既活过来又活过去 今天活过来的这个机会 我们没有把握 因为不一定神会给我 但是活过去是有把握的 那是主的救赎 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我们的指望就是要活过去 为什么 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活过去的指望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得胜了死亡 得胜了应戒 从此以后 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里面说的 死亚你得胜的权是在哪里 死亚你的独钩在哪里 今天我们能够向死亡夸胜 我们能够得到耶稣 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 而我们所得到的这位耶稣 弟兄姊妹 那是一位复活的耶稣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这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耶稣只是精神复活 精神复活连活过来都不是 今天如果我们的主耶稣 没有自己活过去 他能让我们活过去吗 那么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指望是什么 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 我们信耶稣 如果只是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什么 比众人更可怜 今天我们的指望都是因为什么 耶稣已经复活 他的复活不是活过来 他的复活是活过去 最后过来跟过去 两个之间的不同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就因着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他使我们这些人 在最终的能够得到释放 在死的权势下的 从此我们得胜了死亡 原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他先为我们得胜死亡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因着耶稣的复活 使我们可以得到出生 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 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念一下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 大家听我来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今天我们神的怜悯 让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耶稣的复活 是使得我们得重生的 一个依据 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没有那一个活过去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重生是什么 什么叫重生 原来我们从父母都生下来 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那个从灵生的就是灵 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的重生在我们的里面 是已经开始有了一个生命 这一个生命 这个种子 就是要引我们到 那一个另一个境界的 这一个重生的生命 已经是得胜死亡 得胜迎接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的肉身还会死 如果耶稣不来 我们还是要死的 但是这个死只是我们肉身的死 我们这里面的那一个重生的生命 弟兄姊妹 它不会死 今天这个生命就是要引领我们 生命经过转换 对这个生命来说 死才只是一个转换的机会 好像是一个门户 对我们肉身的这个生命 死还是一个完结 但是在我们里面 神已经给我们重生 使我们得到了 不是从父母得到的那一个肉身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灵的生命 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一个生命 死就不能再对它做什么 这个生命是可以向死亡跨胜 使阿尼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使阿尼的毒钩在哪里 这一个生命是跟世界上的人不同的地方 我们肉身的那一个性命 我们如果不叫生命叫性命 大家就比较清楚 这个性命有一天 我们也是要死的 除非耶稣来了 我们这个肉身立刻转换 经过改变可以见耶稣 就是说这个肉身的性命 耶稣也不要了 今天我们能够活过去 是因着我们重生的生命 而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这样 那就是因为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 因为叫耶稣 叫这个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弟兄姊妹 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 我们就开始懂得将来我们会怎样 至少我们相信 耶稣的复活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他怎么复活 将来我们也能够怎么复活 而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 他是能够升天的 耶稣的复活 他是在这个地上 不受到这个地方空间的限制 今天我们说 耶稣这样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 我们也知道 接下来我们也都会是怎么样 今天如果说你去买了一棵树 这是一个果树 但是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子 这个果子会怎么样 你只要等什么 第一个果子生下来 长出来以后 结成了 你就知道了 我这棵树 这个果子是什么形状的 是什么颜色的 是什么味道的 今天我们说 初熟的果子已经在了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已经复活 今天如果你以为耶稣精神复活 那么换句话 你对自己有没有把握 也是一样的没有把握 耶稣是精神复活 你最多跟了他一样 在别人今后 你不过就死掉了以后 可能你也有什么成绩 你可以精神复活 你没有什么成绩 留给世界上的人 连精神都活不了 你自己把自己就定了死罪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 他的复活 做了我们初熟的果子 我们对复活 从此有活泼的盼望 不但如此 今天我们也知道 主已经复活 使得那一些门徒 原来是灰溜溜的 一下子就改变了 今天我们信不信耶稣的复活 今天我们说 决定我们的灵性的光景 我想我们还是应当看一下 这一处的圣经 在路加福音 第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第三十到三十四节 大家可以听我来念 那就是指那两个 以马武士的门徒 他们见到耶稣 开始不知道是耶稣 所以他们是灰溜溜的 觉得耶稣死了 一切此话都没了 那在这里我们来看 到了做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出现了 掰开地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了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历时 他们就历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真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掰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 主果然复活 今天弟兄姊妹 这些门徒 原来因为耶稣被定死 在十字架上 以为自己一切的指望都没了 他们也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今后该怎么办 耶稣都已经被定死了 今后我们再继续 他的那种精神呢 还是我们就散了 各自打鱼去呢 我们都知道 彼得都跟他们说 我打鱼去了 好几个人都跟着说 我们也去 都转业了 这个工作做不下去了 因为耶稣都定死了 我们头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说 当他们认识到 主已经复活 这时候那两个 一马五十的盟主说什么 在那时候 我们的心 不是火热的吗 今天就因为知道 耶稣复活了 一切指望全都回来了 今后的工作有方向了 他们的人生 这一辈子可以说 如果说是一个奉献的人生 这个道路有方向了 有天上来的护照 所以弟兄姊妹 在你的心里面 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 耶稣确确实实 从死里复活 所以刚才我们念的 《非力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对主的认识 我们说不能缺少的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主已经复活 他为我们复活 他给我们有指望 我们今后也要和他一样的复活 不是活过来 而是活过去 我们大家低头 我们做个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 因着你的复活 给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 因着你的复活 让我们得胜死亡 得胜硬件 因着你的复活 死的痛苦 已经做了重新的解释 主啊 但愿让我们能够对这一个真理 有深刻的认识 让我们对你自己已经复活 这一个事实 我们完全相信 完全接受 愿你的都完全的荣耀 愿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为大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